高丽菜春烫 卷入喧慕的山药与营养美味的地瓜 接着搭配特制的红酱汁 交织出柔嫩而且爽脆的菜根香 持成素食料理界三十多年的红柠檬大师傅 再以喜福的心将剩余的食材 做成甘露般的凉拌菜 今天的菜单就是 纳豆拌棉白与棉白山药卷 现在新做饭 健康带大家来来欢迎我们素食料理界的 老萨户红盈隆大厨师 你好 大厨师姐 你好 请你个观众朋友大家好 红盈隆大师傅素食界的名厨 赢得多项美食大奖 以欢喜喜乐的心情 在国内外大力推广素食的美好 称呼你老萨户可以吧 不要太浪漫了 我们只是说那是尊敬 这样 对吧 就好像平常人家喊我 爱珍姐,我也很高兴 虽然有的年纪比我早 也叫我爱珍姐,我也很高兴 因为我感觉到说 应该是很喜欢我 是尊敬… 被尊敬更要警惕自己 对… 所以你就是我的榜样 你也是我的榜样 对吧 感恩 老师傅,黑肉和姊姊 这位是何尚 何尚和娶相黑肉会相 何尚和娶相黑肉会相 是什么意思 精湛精 黑相和娶相互相 互相鼓励 感谢你 感谢你 所以我们看洪盈隆大师傅 在烧菜的过程当中 他也是非常有很多的那种法 把它一直融入在菜里面 所以今天用心地学 仔细地看 请问你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么 我今天为了观众朋友 打来的就是 连白山药卷 我们来看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 连白山药卷 材料有高丽菜一颗 紫色山药一条 地瓜一条 酱汁有甜菜根汁一小碗 盐、香菇粉适量 纳豆半连白 材料有高丽菜叶三片 番茄半颗 芹菜末一大匙 纳豆一碗 熟松子半碗 山药半条 地瓜半条 调味料有香菇粉一小匙 酥蚝油一大匙 有我爱吃的这个 纳豆 纳豆 我女儿都知道她好不敢吃 可是爱的人就爱得要命 喜欢就很喜欢 不喜欢的 不敢吃就不敢吃 就是你的纳豆 好像味道不太一样 没有这么 没有那么重 没有那么重 没有 这做幼稽的 好便宜就是说 你今天要去给你推广纳豆 对 纳豆很好 比纳豆更好 对啊 对啊 真的 水管会轻 对 轻水管 营养丰富 尤其男生吃这个还是很棒 像补肾脏 真的喔 对… 而且顾胃对不对 顾胃 还有顾胃 而且女孩子吃这个 其实皮肤也漂亮对不对 漂亮一样 它有很多纳豆硬黄酮的成分 这个不像一般纳豆的味道很浓 那我们买的时候有分别吗 有啦 看得出来吗 一般在超市买的是 日本进口的那种 它那个应该是在台湾做的 日本进口的 台湾是台湾做的 在日本进口的飞里压馆 就买好 对啊 真的 那所以说 其实我们不妨学习到吃一些纳豆 对… 那今天你要用它来做菜 纳豆里面就是一个纳豆菌 纳豆菌 对 去拌黄豆以后 给它在这个糖温当中 给它自然发酵 这个更新铁 更洋的面容很棒 那我们今天来学这个 这个玻璃菜 连排就是高丽菜的白面 这个要把它抹起来 这个芯是要这样斜刀切 这个抹起来之后 我们待会用的热水 把它倒进去 把它倒进去 这个就是这样子 这样起来之后 这个最后再把它抹 这里面还有一点那个芯 那个头啊 头上去 再把它抹掉 再来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这个芯菜 如果没有热水 如果没有热水 没有热水就会比较热 待会我们要把这些热水 放这些山料加地瓜 反时就放在这里 这些味道才好看 我现在把它放进去 好 这个中间里面 加一些盐巴 是让它有味道吗 对 盐巴放进去 让它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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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鹹酱 是的 鹹酱 现在我把它放进去 是这样的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后 把它放进去 可以 这样好吗 可以 这样好吗 可以 这样好 现在这些花开了不错 稍微把它放进去 还可以 它就不会开台了 它就不会开台了 开了 它就不会开了 像我们高松的树松 像生菜一样 我们最多会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里面就会放进去 但是这个… 生菜 这个要用热水 不要热水不行 所以那时候,这个很软花 让它咬着茸茸 咬着茸茸 让它叮叮下去 它叮叮叮叮叮 好 所以就这样子慢慢地 这样 升上很快就剥开了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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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这个没有困难 所以我们节目中的料理 都没有困难 要教那个比较简单的 对 一个简单的 这样 放进去 放进来 这样 待会我们有一点花类生的东西 換起來,我們要做廚餘 我們要達到零廚餘 對…現在我們就是吃零廚餘 零廚餘 意思就是… 原來我們每個人都有帶福報來 對,帶福報來 但是每個人的福報多少又不一樣 對… 那可是不管多少 你自己都不要把它像花錢 都花了 這樣就好可惜 沒菜 沒菜 這個…現在要吃軟了 你看,好,怎麼辦 現在要沾水 放在冰水裡面是嗎 給它冰涼一下 所以這一道就可以吃熱的 可以吃熱的、吃冷的 所以這個是初步 一剛開始的這個做法 對… 所以說這個只是學習初步 如何把高麗菜完整的剝開 就是用這樣子開水 然後慢慢的一片一片的 把它剝開來 其實做起來也很快 很快 沒困難 對啊,而且速度很快 只是說那個過程 手稍微注意一點 不要燙到 對…不要撐到這樣 好 我們現在要放這個 剛才有夠了 要放… 夠了… 只想要多做一點 我們就再慢慢剝 再剝開來 要做,可以再剝完 對… 好,目前這樣 再來呢 山藥 山藥 紅山藥 紅的和白的 是 我們現在用紅色的 用紅色的 用紅色的 所以這道料理是用紅色山藥做 對,紅色的 紅色的,現在包起來也有顏色 為了好看 對,就是吃的五行餐 山藥… 山藥對我們的… 好消 我每次這樣削完這邊皮 再削另外一邊皮的時候 它就飛出去了 然後… 滑滑的 皮膚… 皮膚… 很濃… 很濃… 我今天要咬一嘴才好 他怕你 我咬它 沒有…開玩笑 沒有… 你的鹽巴… 鹽巴很濃稠 手… 手用乾的鹽巴搓一搓 搓一搓就好了 就沒少了 好,這個是… 漢疾是用紅色的 漢疾 講到漢疾 你小的時候就是因為 漢疾給你的起巴 讓你要當大廚師 對嗎… 你怎麼知道 我有聽聽的 我… 我有聽聽你的故事嗎 我做小孩主席 我都吃漢疾 因為以前就是說 家庭環境不是很好 都也是吃漢疾 這樣嗎 就是這樣 一瓶子的長這樣 好,這樣 一瓶子的長這樣 這樣 這樣 要… 把它切一個很平均的 這個差不多一樣 對 漢疾就比較硬 這樣… 頭髮… 這樣一樣高喔 對 你看這樣… 你包起來可以比長嗎 來,切條狀 好 這樣 好 要條狀 滑滑的 所以媽媽切要小心一點 這個就是家庭主婦 其他的師兄… 是… 要切一點 好,小心一點 來 OK 這最佳的主廚店 最佳的助手 好厲害 好 好 地瓜也是這樣 地瓜一樣 這地瓜 觀眾朋友要特別小心一點 怎樣 他也會跑 我也會跑 山藥應該比較會跑吧 山藥比較會滑 但是蘸藥比較軟 對… 好… 地瓜硬碎 對 好,這個我們還是可以再做其他料理 好 待會兒我們可以再切一點 待會兒要切一點 待會兒要切一點 沒關係 待會兒要切一點 待會兒也要切一點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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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所有東西都不要浪費 對 就算是削下來的皮 我們都可以拿來做除… 除魚堆肥 對… 像這樣 所以你這個部分切的 都是比較隨性的 隨性… 它這邊就是整整齊齊的 待會兒就要有一個規則 更多 這個稍微好 好… OK 再來 再來,這邊兩邊 我先來下鍋 先下鍋 好,要讓它… 也是要燙一下 好 那… 這個剛才有加點鹽 現在可以再加一點點下去 現在是讓它煮熟嗎 只要煮熟 或是要七分熟、八分熟、十分熟 都可以 都可以是嗎 只要有熟 好… 但你不喜歡就有一個好處 如果沒有熟 沒什麼… 這個青葉都可以吃 韓籍…其實韓籍本身 養分很多 我小時候去鳳梨去吃屋 我去天然 一碗都要搖 就開始吃 當年醉 對,當年醉 對不對 可是你就是因為吃這個韓籍 所以你說想要吃好的 你要學做廚師 反擊給你的啟示很大 你怎麼知道 很厲害 吃當時是為什麼這麼想 因為那時候 吃地瓜吃到牙齒真的黑掉了 為什麼吃地瓜牙齒黑掉了 吃太多嘛 煮西飯的時候 沒有幾個白米 都是地瓜吃 牙齒黑掉 對,那時候 那時候我在想過 我有一天 我如果能夠到飯店去當學徒 是 我要吃那個白花花的白米 不是太多棒 所以… 白飯 你知道嗎 我第一天到餐廳當學徒的時候 你猜我第一餐吃幾碗白飯 因為那個白飯 水菜你吃 很香 對不對 是三碗白飯,不必吃菜 很辛苦 那時候自己當自己 才自己有幫我體驗到 原來白米飯那麼香 那麼香 這麼香 那麼辛勞 這樣瘋瘋瘋 原來你看 這麼簡單的白飯 就是這麼樣的人間美味 其實已經熟了 現在這樣吧 現在的衣服 外觀焦 好… 小師傅 小師傅 好,我們現在開始放了 好 好 這個翻過來 這裡有比較硬的地方 這個比較硬的地方 是不是 這樣把它切掉 好 切掉這個待會兒… 這個我們就… 筍…筍…筍… 筍…筍筍 筍筍 筍筍等會兒做 淋廚的處理 我們應該做一道新菜出來 好 這樣吧 筍筍就對了 好 筍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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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樣吧 好 好 脆口 現在這樣 這是… 這是一粒 好 一粒 這是一粒 一粒一粒 一粒一粒 二粒一粒 沒關係 兩粒也沒關係 四粒也沒關係 二粒四粒也沒關係 沒關係 裡面要加一蘿蔔 加一甜椒 或是香菇炒過 都可以 這粒是化無定法 化無定法 化無定法 料理也沒有一定的模式 好 只是說我喜歡怎麼包 做起來會好吃 就怎麼包 就可以了,這樣而已 對 這樣吧 好 很自在吧 對…你看 這樣 你如果走過去 是 舊的座椅 補的座椅 這樣就比較… 這樣就比較不會走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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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包得比較胖 你包得比較瘦 為什麼 我比較苗條 所以… 你就比較… 比較大方向 不是 我選那個中間的 那個選得太大 它應該是有那個… 有大有小彈性 有梗在 對… 全部都選一樣大 這樣就… 你稍微抹一下 這個 這個裡面 這樣… 沒關係 我這個也做得比較大 你看 所以葉子有大有小 你看 是,葉子有大有小 然後裡面包的那個芯 也是有大有小 對… 奇怪 了解 捲好 然後再把它處理… 處理好 再可以冰起來 冰起來 好 冰起來是冰冷藏還是冷凍 冷藏就可以了 冷藏就可以,白個一天 沒關係 一天沒關係 你讓我… 如果當天在做 怕麻糬嗎 怕麻糬 所以你可以拿什麼 好 那我們從冰箱裡面 拿出來的話 是要回溫一下 對… 對… 你如果冰箱出的 你就把它塞進微波爐 沒關係 要不然就用電鍋 把它蒸熱一下 對…這OK了 好… 這樣離電鍋有夠了 有 我現在把它處理好 OK… 冰廚魚 好,冰廚魚 好,現在我們這個好了 這樣切半 還有我們這裡也差不多 謝謝… 那邊也差不多了嗎 可以… 好 這個地瓜很甜 你知道嗎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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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我這個… 我待會兒要加納豆來搽 這個納豆和松子 再吃一個煎果類 因為我們有數學的人 要記得吃一些煎果類 好… 這不一定 這是這樣 但是你家裡有什麼… 有什麼那樣都可以 有什麼這個… 葡萄乾也可以 好… 現在我們稍微切一切 把它切碎碎 切碎… 然後要炒嗎 要把它拌一拌就好了 拌一拌就好 所以這個算涼菜嗎 這個涼菜 熱菜 要炒都不一定 不一定 都可以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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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熱吃料都可以 我今天說 我添一個芥末下去 可以嗎 也可以 對 就這樣 很… 隨身的就對了 所以你吃得好 吃營養健康都沒關係 所以說今天基本的話 這個高麗菜捲 把它做好之後 那麼我們到時候 要用的時候回蒸 對 吃熱的也可以 好… 那所以說我們也可以把它 就是說在蒸熱以後 把它炒一些醬汁 把它不同滋味的淋在上面 可以… 可以 所以這樣很好 學這一樣可以百變 所以你說這個 這當中叫 我們當一個瓷膚的話 基本的條件會變 是… 變化這個菜色 本來的話就變成廚醬 這個… 這個…這個話很好 好 廚師 他要懂得變化 對… 如果你一成不變 你成了廚醬 對,廚醬 那就是… 一樣花糊爐 好,那就不可以了 那就不行 好… 這樣比較沒有… 沒有挑戰性 沒有自己的想法了 那不行 好 好,再來… 再來是… 我們來盛盤 好,要開始來盛盤了 盛盤了 來盛盤了 漂亮嗎 好清爽 漂亮 你看 好,漂亮 很漂亮 這樣很… 對 這樣吃起來就會覺得很舒服 對不對 所以這叫無油煙料理 對,無油煙 完全沒有油煙 對… 這個多好 很棒,你看 這個… 我要很誠心地把它學起來 我女兒一定會很喜歡 因為這個又營養 然後又不會發胖 瘦身 你的誠心說… 媽媽,你怎麼那麼厲害 我會跟她講 因為我有用心 有用心 好… 好,這樣子 吃了 好,開了一朵花 然後我們的醬汁 好,醬汁來調 所以這裡面 這是… 這是什麼 甜菜根 我剛剛還以為是玫瑰花醬 沒有,你想想看 甜菜根做的 對…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 然後打一打 你加鹽巴、香菇粉 胡椒粉就OK 甜菜根打成汁 然後加一點胡椒鹽煮一煮 然後再給它勾個芡 對,可以了 好好吃 不困難吧 不困難,但是好漂亮 好,再來… 這是… 這是… 這是第一項 這是我們零廚魚 這裡… 再來利用 現在這個… 這裡的納豆就放進去 很好吃 拿納豆 拿納豆給你放 拿納豆給你放 納豆 如果有出蛋的人 有出奶蛋的人 聽日本人最喜歡 納豆膠飯 還要加一顆蛋 加一顆油脂蛋 好,現在我們就… 沒想到煮了 這樣,芹菜有提味 這樣吧 老鼠和糖 好 再來,番茄 番茄 這個顏色 這樣吧 我非常… 非常愛吃這種… 這種… 不要過度烹調的 不用過於長時間就對了 不要,然後就這樣 它又不是生菜 但是它又… 又是清清爽爽 對 這個我們可以 像譬如說 頭一天把它拌好 第二天早上來當早餐 可以…可以 現在白飯現在 嚼嚼的 好 剛才剛才我吃了兩碗飯 好,再來餐廢味料 現在來… 把香菇粉 這你要餐廢都沒關係 是 這樣 再來,加點蠔油下去 OK 蠔油 很好吃 然後你敢吃辣椒粉 辣椒粉 或是芥末 當然可以加芥末 那加甚麼糖心子粉 甚麼芥末 都可以 對… 那是最棒的 你看 然後這樣嚼嚼 來…大湯匙給你 對 大廚需要用大湯匙 不錯… 我喜歡…我喜歡山藥納豆 這樣黏黏的 好,現在吃吧 好 我喜歡吃這個 好,現在吃一盤吧 現在這兩道菜可以上桌了 可以了… 好,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蓮白山藥卷 做法是高麗菜聚根 放入熱鹽水中汆燙之後 撈起泡冷水備用 山藥地瓜去皮切條後 燙熟備用 將高麗菜鋪開 放入山藥地瓜 捲起之後再切塊 擺盤之後 淋上用甜菜根汁、鹽 香菇粉拌勻的醬汁就可以了 納豆拌連白 做法是 山藥地瓜燙熟切丁 高麗菜葉燙熟切片 番茄切丁備用 將高麗菜葉、山藥、地瓜 納豆、松子、芹菜 番茄、香菇粉、素蠔油 拌勻之後擺盤就可以了 要吃的時候再淋這個醬 對不對 有夠內行 有 其實不要先淋 好,淋得好 就這樣子淋在上面 要吃多少淋多少就好了 醬啊 本來這個甜菜根它的滲透力很強 滲透力很強 什麼意思 它在天然的色素 對 因為山藥久了它全都變紅了 都變紅了 這個補肥、補血很辣 對,所以說我們上菜的時候 不要淋 對 要不然它很快 你看就染上顏色了 但你放得久了 三個小時以後 這個盤子洗不掉 所以甜菜跟料理是很漂亮的 但是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 咖哩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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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你的心裡 所以說 如果要老人家吃的話 老人家的話我們就把它放在家裡 放在電鍋用蒸套 蒸套起來以後 我們來帶這個 淋一個那個 看是要用無量去打吃 希望蠔油打汁再淋下去就好了 那年輕人的話 他在家裡不習慣的話 你就把它帶這個醬汁 帶著白色醬汁 用來醬汁 敷水後 烤箱烤就好了 激烤 所以說我們如果加阿公阿嬤的話 我們就把它這樣 一捲一捲 放電鍋裡面 再去蒸 蒸到它的高麗菜 都變得比較軟的 對 這樣老人家吃就剛剛好了 倒起來了 對不對 還有這個 剛剛 辣豆 好好吃你不知道 應該是 你需要來一碗白飯才對 配白飯才對味 不然的話 煮一些麵這樣悄悄的 好好吃喔 好 今天你看 就是我們的這個洪師傅 只是教這樣子的一個高麗菜捲 那至於你要怎麼樣去變化 至於你要吃怎麼樣的一個口感 就自己來決定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感謝你 聰明的家人主 聰明的小姐 好棒喔 幾個小時 我手指說 大約一小時 沒有不用阿 你好 你好 很قت了